魅族这波操作就像是穿了一身名牌西装 结果脚底下蹬了一双胶鞋 看起来光鲜走起路来总差那么回事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咱们就是对这一个魅族的67W淡化夹充电器进行一个拆解 这一个魅族的产品文创属性是非常高的 外观颜值确实是没话说 它内部的元器件电路用料会不会跟外观一样很出色 我们拭目以待啊 关于这一个充电器所有的测试部分的视频在咱们主页 我把视频链接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测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外观颜值这么高的一个充电头 内部的用料怎么样 马上来把它拆解开看一下 从这个充电器的外壳来看 好像这个地方是可以把它撬开的 我们来试一下 确实是可以撬开啊 撬开以后我们就可以把里面这个拿出来 就像小朋友玩的那个魔方一样啊 内部还有一层壳子 撬撕一下 然后拿出里面的壳子 确实是一块一块的拼起来的啊 可以直接拿出这个里面的模块 通过一横一黑两根导线进行连接 里面的胶是没有灌满的 充电口部分这里是没有灌胶的 充电器个都不大 这个胶倒灌了不少 灰色的高分子导热胶 这个麦拉片作为初次级隔离 还是那句话啊 充电器拆解有风险 请大家不要随便模仿 这电容上面高压电打一下 非常酸爽啊 请不要模仿我们这些做拆解的博主 这个胶清理以后 这个充电器的内部的电路架构 基本上就明了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 然后把它全部打散 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 及原机件使用的情况 这款魅族67瓦氮化架充电器里面的架构 其实挺有看头的 电路板采用三块PCB构枕 电路布局就是EMIQR加SR加三口独立降压输出的电路 这是一套主流但不失实力的三段式快充电路布局 从功率器件到协议芯片 各种国产国际大厂的熟面孔你都能看到 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成本巧思也藏在其中 这道架构到底是真相稳妥还是高低混搭 咱们接下来一步步揭晓它的内部真实水平 首先是EMI电路 这是充电器的第一道防线 确保输入电源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保险丝来自深圳梁胜电子的3.15安 250伏慢容保险丝 这家公司2005年成立 主要业务为保险丝及保护器件制造 安柜X2电容来自惠州全蓬电子 规格是0.1微法275伏 滤除高频噪声增强安全性和EMI性能 这家公司2008年成立主营安柜电容 供摩电感一颗环形扰线式 外部有热锁管套柱进行保护 抑制火线和零线的对地噪声提升稳定性 整流桥来自广东柳航电子的8安1000伏 这家公司2010年成立主营整流桥和二级管 将交流电转为直流电 这个地方还有一颗插膜电感 进一步减少电池干扰 这个充电机一共用了5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规格是22微法 耐压400伏 厂家未知 用于平滑电压减少纹波 咱们查了几天啊 没有查到这个电容的厂家 QR准斜阵开关电源电路 通过准斜阵模式减少开关损耗 提升转换效率 关键源基建包括 主控芯片蓄流纹压滤波电容 使用的是MLCC 容量小 损耗低 QR主控芯片 来自安生美半导体的NCP-1342 这家公司1999年成立 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这款芯片适合设计高性能离线电源转换系 内部集成 X2电容放电功能 空载功耗 低至30毫瓦 主电源的开关管 采用的是美国纳威半导体的 NV6115氮化夹器件 这家公司2014年成立 氮化夹功率器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它的规格为 耐压650V 内阻170毫 效率高 开关速度快 降低发热 QR反击电源电路的 必不可找的组件 RCD尖锋吸收电路 通过电阻电容 二极管 组合吸收开关过程中的 电压尖锋 保护元器件 这一颗就是充电器的主变压器 初级引脚 在这一边 次级引脚采用的是加粗的引线 变压器本身为椭圆形的一个设计 外部贴有黄色的耐高温胶带 缠绕进行保护 这个电路的特点是 安森美的芯片 准协证操作 实现零电压开关 减少损耗 纳威的氮化夹技术 允许更高工作频率 减小磁性元件的体积 效率可达90%以上 适合小型化设计 充电器的安全隔离与同步整流电路 用于保护用户的安全 提供精确的输出电压 关键元器件包括 经典的TL431 用于反馈回路 提供精确的参考电压 确保输出的稳定 台湾易光电子的EL1019 光电偶合器 这家公司成立于1983年 专注于光电元器件的制造 通过光信号传输反馈信息 实现电器隔离 增强安全性 陶瓷安归外电容 四川特日祥科技 出品的Y1471K 这家公司2006年成立 主营安归电容 用于输出车的 EMI滤波 赖高压 抗干扰 还有一颗蓝色的安归外电容 规格是470匹法 这个电容来自东莞 秩序电子 这家公司属于一家民营企业 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采用的是 美国信源半导体出品的 MP6908A 这家公司2008年成立 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 这是一颗非常成熟的 同步整流驱动器 支持自动进入整流 或者关闭模式 有效提高轻载效率 同步整流开关管 采用的是 无锡华润威电子出品的 SM080N10LR NMOS开关管 规格为100伏奈牙 具备6.8毫欧导主 最大陆极电流71A 替代二极管 降低导通损耗 华润威 1997年成立 国内功率半导体产业链的 重要支柱企业 次级同步输出 滤波固态电容 深圳百瑞凯电子出品的 RT系列 470V25V 两颗 百瑞凯这个系列的 电容寿命长 ESR2D 适合高频滤波 深圳百瑞凯 2011年成立 专注于快充领域的 固态铝电容解决方案 充电器的协议控制 三口输出电路 该部分管理三个充电口输出 支持多种快充协议 适应多种设备 关键的元器件包括 直流母线 降压吻压芯片 无锡新唐微电子出品的 NDP1460QB 为一颗高效同步降压 DC-DC转换器 调节高电压DC母线 至输出电压 新唐微电子 成立于2005年 主营电源管理模拟芯片 协议芯片一共用了三颗 都是来自珠海 智容科技出品 智容科技 2014年成立 专注于快充领域 协议芯片 其中有两颗型号为 SW3516P 分别控制两个C口 单口最高67W功率 还有一颗型号为 SW2325 用来控制A口 最高功率支持到 33W的UFCS融合快充 降压电感 一共有三颗 一颗用于直流母线 降压用 两颗用于3516P 降压用 它们的作用都是 存储和释放能量 NMOS开关管 一共用了七颗 都是一模一样的型号 来自深圳艾德曼半导体出品的 AD40N50D3 规格为40伏耐压 具备4.5毫欧导主 最大陆极电流50安 四颗用于两个3516P 构建半桥托普 三颗用于三个充电器的 微巴士控制 艾德曼半导体 这家公司成立于 2020年 主营MOSFI的细件 电流采样电阻 三颗R2005 用于三个充电口的 采样输出电流 反馈控制 确保安全 输出滤波用的 固态电容用了三颗 都是未知厂家 这个PV系列 生产的厂家是太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是 百瑞凯出品的 但是百瑞凯官网 根本就找不到 PV系列的电容的资料 然后再查一下 其他的 有好几个公司 在生产这种电容 我们就直接把它定为 未知厂家了 这款魅族67瓦 淡化夹充电器的电路用料 说它是两面派 一点都不过分 像安森美的主控 拉威的淡化夹器件 这些妥妥的都是大牌货 效率那是很给力的 实测70毫升以内的文波 那叫一个干净利索 再看看电路的滤波部分 就明显有一点掉价了 五颗高压电容 和三颗固态电容 全是无标时的选手 连个品牌都查不到 这就有点拉胯了 明摆着就是 压缩成本的产物 多少有点拖了这 文创高颜值的后腿 再看看协议芯片 珠海智荣的三颗芯片 协议支持确实广 可惜对小米和OPPO 这两家兼容性表现不佳 偏偏其他的品牌 又玩得挺溜 这协议调教 确实是有点偏心眼了 总的来说 这套电路架构 其实挺能打 核心部分硬件的实力在线 但不明电容 加兼容性短板 多少拉低了 整体的完成度 魅族这波操作 就像是穿了一身名牌西装 结果脚底下 蹬了一双胶鞋 看起来光鲜 走不起路来 总差那么回事啊 测也测完了 菜也测完了 最后还是来总结一下 魅族这一款67瓦 淡化夹充电器 整体的电路架构 很成熟的 安森美的NCP1342 搭配纳威半导体的 NV6115淡化夹器件 组成QR准鞋证主电源 刺激配合 新原半导体的 MP6908A 和华润威的NMOS 做同步整流 效率表现非常出色 纹波控制也非常到位 但是它的短板也很明显啊 输入滤波部分 用了五颗无标的电解电容 输出部分也用了三颗 没牌子的固态电容 这类压缩成本的做法 跟它这么精致的文创风 外观多少有点不匹配 再加上协议调教 表现不佳 确实拉低了整体体验的均衡度 一句话总结啊 性能确实能打 用料局部拉胯 颜值高 气质不够统一 远看确实有份 走近来看 还是差那么点讲究 如果你是苹果荣耀三星用户 追求使用与设计感 它是个稳妥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的手机是小米和OPPO 或者你对内部的用料比较讲究 那恐怕还得三思一下 喜欢咱们这种 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桌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